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新播报,大家好,我是小飞,在罗布奥特曼开播之际,很多人一定都会对里面的一个反派角色非常感兴趣吧,那就是黑暗欧布,大家纷纷猜测它是如何形成的,因为洪凯欧布一直是正义的化身,为什么在罗布奥特曼中就黑化了呢? 关于这个问题,或许我们能从刚完结不久的欧布英雄传里面得到一点点线索,黑暗欧布在欧布英雄传的结尾,洪凯来到了战事之巅,也就是最初洪凯被欧布圣剑选中的地方,洪凯圆环,而这时欧布圆环却自己闪耀了起来,并且从欧布圆环中跳了出来,关键它似乎还具备自己的意识,告诉洪凯, 它与新奥罗布奥特曼的联系将要形成,随后洪凯便变身成为欧布奥特曼来到了罗布奥特曼人间体的世界,但不知道大家注意倒霉,洪凯变身走之时,并没有带走圆环光的力量,但从另一方面来看,即便洪凯没有圆环的力量,也是可以变身成为欧布奥特曼, 它已经与欧布成为一体,欧布遗留下来的光环,但因为洪凯忘了拿光环,也就遗留下了问题,在罗布奥特曼TV剧情中,很有可能欧布圆环的力量,被坏人夺走,从而圆环的光之力量,也就成了黑暗之光,从而变身成为了黑暗欧布,大家觉得呢? 感谢观看